11月21日,综合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做客提谈夜话,与主播王毅一起总结赛季得失,点评万元表现,并且谈到新赛季的影员,俱乐部建设以及国安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首先谈到球迷所关注的影员进展,李明直言,我们是按自己的节奏和主教练的需求按步骤般的工作,但还不是能对外宣布的时机,我们的影员刚刚开始,第一国外的联赛刚刚结束我们也在影员当中,同时欧洲联赛也是刚刚开始的阶段,所以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回顾过去的赛季,李明表示,2017赛季很多球迷是不满意的,但是无论是要样的原因,都是综合俱乐部去担当,包括成绩不好就是俱乐部责任,但不能光去承担责任而不去发展未来。 在3月份接任俱乐部总经理之后,一直跟周总筹划球队的未来建设,希望球迷和我们一样着眼于下赛季,希望下赛季交出满意的搭卷。 随后李明直言第9名的成绩是有预料的,第一次去西班牙看国安集训,我就跟周总说,如果我们发挥的好的话可能是5到8名,因为现在的形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大的资金投入,形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安在人员补充上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作为国安来讲第4名和第9名没有任何差别,我们需要的是亚冠,是冠军奖杯,谈到具体的影员方向。 李明表示,我们一直在跟踪需要的球员,可能在影万元的方面,我们会把位置提前,是在进攻端。 在国内球员方面会引进一下比较成熟的球员,提升球队的进攻速度,同时还要兼顾作些新政。 对于外媒关于索里亚诺离队的报道,李明澄清说,我们目前没有收到索里亚诺的离队申请,也没有打算替换他,他这个赛季进了不少球,如果他能够离开也是出于主教练的考虑。 但是目前没有考虑他的离开,谈到二次转会期间呼声很高的坎普尔,李明表示,当时周总在联赛间歇齐的时候,却确实实希望坎普尔能够转会到国安来。 但是跟律师谈了很多合同,但是由于新政的问题很难,现在来讲坎普尔已经转到来比锡了,我们没有机会了。 对于阿兰加盟,张希哲离队的传闻,李明直言,赛季结束后,有人问我阿兰的问题,我就说过传言就是传言,阿兰是个好球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他纳入考虑的对象。 从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我们需要找更符合我们体系的张希哲更不可能了,虽然他被阻解处罚停赛了,但是他依然是我们的重要球员,他会吸取教训。 但是,这两个人的传言就是肯定的,一个是不可能离开,一个是不可能进来。 对于传言的乌拉圭国角哥麦斯,李明也表示没有引进气化。 对于有报道所说的小摩托费尔南多等球员,李明也给予否认。 作为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的几名外援,确实都有条件,大家可能会有所联想,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国内应进外援的计划,应该可以这要说,我们还没有锁定任何目标,我们再按照计划进行。 因为现在不是欧洲的最佳转会时机,但我们有个大范围,很多很多人。 内缘方面,李明表示会用完所有的名额,我们年龄结构偏大,大部分球员都是在一个年龄。 段U21是否用马妹,确定看有没有更合适的球员,对于一些媒体报道出的池中国,胡言强等内缘,李明直言这个信息还是挺准确的,但是确实不是宣布的时候,一些谈判工作还要做,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国安的东讯将在12月初进行,李明表示会力争那个时候会有新面孔进来。 随后李明表示,全欧洲的联赛都在我们考场范围内,包括南美联赛我们也在考察。 技术部每天都在搜集很多信息,我们影员有个标准是引进当打之年的球员。 有些年龄偏大的球员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不见得如雷冠儿,但是会有一定知名度,大家都知道的球员。 谈到下赛季的球员构架,李明透露说,唐诗不会再许悦了,我们还会引进U23球员。 应该是一至两名,至少要保证一个,而且一定是一个来之能战的,应该是国字号的。 雅关是基本标准,意味着明年要征战雅关。 我们要打造一个持续性竞争力的球队。 新赛季应该有8至9名球员是全新面孔,首发球员中将近一半是新面孔。 国安的首发球员实力确实是不错的,但球队厚度上确实需要增加,还有年龄结构的调整需要竞争性。 下赛季北京将会有2支中超球队。 谈到即将到来的京城德比·李明表示,北京这座城市有2至3支中超球队是很合理的。 伦敦有9支职业球队。 当然德比竞争是对球队未来发展是好的现象。 我们很尊重对手北京人汉,但是我们也知道北京国安的品牌汉球迷知名度,所以我们是有信心的,也会更好的激励我们给球队带来更好的东西。 耳饼